照搞而已 是不是 整个制度已经崩溃了 你看那个特首施政报告咨询会 大哥 我们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 是从来没见过 它说随便抽出来 就算你说建制媒体香港01我看 我不是 苹果日报没得看 香港01逐个逐个起身发问的人 起清了是属于哪个组织的其实是 全部都是那些建制派里面那些 一再不是民建联议员办事处的人 是衰到这样 你想想 你连去回答一个正常的问题的能力都没有 你做什么是特首啊 学人 我都觉得很奇怪 而最后一场这样的表演是连建制派都不堪日目 你看到田北辰说的 田北辰就说给人家感觉不是真的咨询 是吧 就是他这些就是 你现在做的事情全部都是做的样子出来 我甚至怀疑也不用你 徐英伟去策划 中联办帮你包纳 因为他利用这个机会去销售那些下面的那些人 是啊 什么疯癫一组 你以为林郑出来score 其实不是 林郑其实都是拿来抬招的 是用个行政长官来抬这些 是吧 一世人都没有机会出位的一些地区里面的渣载 如果是已经入区议会上去了 就是你以前 以前林郑 官堂民联是陈监林时代的组织 林郑是帮官堂民联抬招的 现在已经反过了 你以为为了施政报告去提高知名度吗 认受性吗 当然不是 是用你的咨询会来抬起我的人 就是他以前做这个政务司司长 那时候都被人说是奶妈的 他那时候顶多都是做不得碰的奶妈 不得碰 虽然说不得碰 也是一个问责官员 但是现在你弄这些街坊组织 其实我销售完之后 我也不知道销售到谁出来 是做一些垃圾奶妈 哪里都是销售到呢 是不是 所以说林郑那些堕落 这个就是殖民地管治模式 中式殖民地和英式殖民地的分别 70年代 麦李浩年代是没有民主选举在地方议会 别人吸纳的 地区建制派在说 小学校长 我第一次1985年 帮忙助选 那参与这个选举 参选人就是我小学 普仁小学校长 嗯 那我们去旧生去帮忙 他以前就是民政事务处 吸纳的建制派来的 嗯 是区里面的 不是那些左派群众组织 满口香音 没读过书 不是这些人来的 说说70年代啊 说说40年前啊 人家吸纳那些地区的建制派 是专业人士在区里面 当时骰子区最有名望的意见领袖 地区领袖是什么 是教师 校长 社工 是这些人 是社会福利团体机构的负责人 是吧 你现在反过来你看到 吸纳进去做选举委员会那些 所谓的群众组织 大佬啊 那些什么 妈妈群组啊 是 荣会啊 连会子都不知道在哪里 连记者上门问都不敢回答的 嗯 是吧 你现在去行政长官司政报告 咨询会以前站起来 都是官方安排来的了 民政事务处 但是说句说话出来 都不会 那个水平低到这样 都 问一些正常一点的问题 因为他不要你这么噁心 英国人就说如果你这么噁心 都找到吃的 那我 人家怎么看我 是吧 是吧 所以他要的地区建制派 他都是以港出市民心声 和和社会贴地为主 他在咨询架构里面 现在不是 现在叫红色群众组织 我就说共产党根本就没进化到 70年代的英国殖民地管治 他那套民粹 他那套民粹就是这么噁心的了 我告诉你 他现在讲制度自信 干嘛要学你英识呢 是不是 就是他自己自我感觉良好 正常的人是不会接受的 就是说阿姨那套上 如果你真心觉得他漂亮的 你就建制派了 是啊 是不是 那些人本身出来讲句话 那些珍惜群组啊那些 那些就是他们的群众组织 香港为什么急速堕落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恨这个政府 你看到的 由曾荫权结束之后 整个政府的管治基础 就移动了去这些左派群众组织那里 越是移动去左派群众组织 你越过政府就变成少数派 因为他们根本在社会就不是主流 香港是一个国际城市 中产社会 是不是 你说教协记协 律师会 大律师工会 其实它是 represent 香港社会的主流 然后你现在要用红色群众组织 等于个蟹壳一样 我奪了社之后 我要砌一个红色蟹壳出来 但是那些红色蟹壳是胶的 其实 是啊 找那些人出来抬轿站台 好了 特首竟然是重复田飞龙盧文端 说的东西 每一次出来都是英武学舌 就是说等于 吃人家反仓偶出来的东西 你的特首何来权威可言 好了 没有权威 就赖了 香港电台不听话 《苹果日报》 《兴风作浪》 教协三座大山 全部移除了 现在 教协躺平了 肥佬黎 可能终身监禁了 在这个李雨昕案通过判刑之后 随时是终身监禁 然后跟着 香港电台 已经是变成 比CCTV 中央电视台 更中央电视台的后舍 我想说现在 特首民望 为什么这么低 三座大山移除 自金堕落 就是因为 就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英籍里面 大家觉得做建制派这么好 因为别人懂得找一个叫夏佳里 出来做律师会主席 你是陈曼琪 你是何军言 那些是梁美芬 这个已经注定了 你的民望是不会高的 就是这么简单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二个流氓恶棍 然后呢 最糟糕的 你流氓恶棍又恶不尽 就是等于你看到 这个华记 华记这件案子 又是两头不到岸 就是去到 你想搞民粹吗 是吧 你搞到华记这样 然后都说要搞到 阿伯都会被告的 是吧 你够胆啊 你就恶到尽 不就不告 是吧 但是你又恶不尽 是吧 你现在又要告 然后搞到这些 蓝丝的民粹组织 是吧 就是又痴心错腹啊 是吧 那算是怎样呢 其实是 就是两头不到岸 其实最后来 特首的认受性 不是说只是这个民主派的支持 就是蓝丝都起码一半人 现在蓝丝一半人说要移民的嘛 差不多 是啊 你看到中大的商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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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的 这个已经是超越黄南的 这件事情 就是对特首的鄙视 香港人对特首的鄙视 这个已经是主流共识来的了 很简单而已 政务司司长 就找警察出身的人做政务司司长 是不是 已经被人了 整个政府的施政就是密地建屋 由2010年开始 田飞龙大闹香港人初陀岁月 诺惠龙来香港什么十四五宣说 宣什么说 我想说 你在支持的就是一个垃圾政权 这个垃圾政权里面 是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都不懂做 然后等中央规划报告出来 然后就英武学舍 大概由十三五十二五 已经经过 纳入中央规划 已经是第三个五年计划 总共十五年 总共十五年 我想说 由什么九加二犯猪到现在大湾区 成了什么事 是不是 SIPA由梁振英出来吹 到现在 是啊 香港人不要说拍的电影在广东省上不了 香港人拍的电影在香港也上不了 现在 是啊 因为你现在电检收了例 没有分别 已经是去到 然后说 哇 什么创意 怎么样 在大湾区实践 哇 抓着这个机遇 人民币 再进一步在香港 你一再说人民币 不如把港元砍掉了 我真的不知道 大哥 你现在 你现在 立刻崩溃啊 是啊 那个白头佬 任志光所说的一件事 你是说好笑的 我看到他说的 这些逐句话 都是非常牵强 我不是说要取代港元 只不过是让投资者多的选择 真是多谢你了 如果我要这样的选择 我直接返大陆买A股 我需要选择在香港买港股 买大陆的股票 就是做不到美金计价 是吗 大哥 很简单 他现在就是给人民币买港股 是 就是所谓 你看十四五 最主要就是人民币这一部分 我告诉你 看什么时候 人民币国际法 这个呢 很多人就估计 包括我 是不是 就是这样估计 就是因为 现在开始 找到香港的定位 终于明白到香港的重要性了 如果你看回好笑的 你田飞龙那些说 那是呀 现在关注到香港 要保持香港的金融中心的角色 说到以前不关注的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 就是你的建制派一个二个 就在那里说 是啊 要仔细一点考虑 那就是以前 想得不仔细的 是不是 要想想多些 投资者 就是要稳住他们的信心 那之前没有想着 稳住他们的信心的吗 现在突然间又说 要做回金融中心了吗 原来是 是不是 我不赞成 我不赞成 我觉得我赞成 以战指战 是不是 制裁一指空闻 大家记不记得这些说话 刚刚上个星期还在说 好了 上面习近平一叻 这个反制裁法的时候 你看林郑多无耻出来说 我仍然是赞成列入去 基本法附件三 我是赞成用本地立法的方式 不过现在再从长计议都好 从长计议 你之前原来是断交股的吗 你做事是 全部是掌官以致拍脑袋就这样做的吗 还有影响这么深远 就是很简单 就是 你要Hong Kong Bank 选择美国制裁 还是给中国制裁 人家一定会走的 如果是这样 这个是常识 任何有正常智商 不需要去到罗志光这么高 比罗志光低一半的 都懂得想 这个common sense 你将反制裁法 你进基本法附件三 好了 你这些战狼 每个人都在身上 说到自己多么忠用为国 是不是 香港利益严重受损 说都不敢说 陈志施是事后出来说的 唉 一天光晒 你不公开和香港人说 列入去之后 香港会很大件事 大家蒙在鼓里 蓝丝还鼓掌 大哥 我告诉你 整个金融中心玩完了 你想想 你不公开 其实呢 他现在都没有变过 他都在想反制裁 但是这个叫做终极反制裁 你看看 你想想 为什么现在美国佬的制裁呢 就是搞到你一个一个一个民虎色变呢 是因为美元强势嘛 是不是 大哥 就是如果我借香港去推广这个人民币国际化 令到人民币呢 就可以和这个美元呢 就可以一较高下的时候 到时啊 我制裁这些人 不让你用人民币啊 你便买不到港股 你便买不到港股 是不是 你便要害怕 到时他便多取武器 人民币一旦成为这个国际货币 和美元一旗鼓相当的时候 那他制裁你用人民币 喂 那你就自然要害怕 是不是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思维 所以现在突然间又要做国际金融中心 然后又要重新部署过 但是问题呢 这些东西呢 这么恶够呢 如果你做一个行为 一个政策行为 本身后面有一个政策目的 有一个政治目的的话 你就捞不起了嘛 因为你有政治变数在里 如果一个这么重要的经济政策 你说 你摆明是这么容易受到政治左右的 喂大哥 你斥起条根就要制裁人的 等于你现在 你无端端说要制裁这个什么 好牙利啊 不是不是好牙利啊 立陶丸 立陶丸 是啊 你就是这样的嘛 大佬 不震跑立陶丸的牛油 好像是 原来你每次都说红线 底线 不是底线 红线 是吧 一时花六时变 这个就叫红线 是吧 去到一时花六时变的时候 对于投资者来说 他就没有预期 他就算不够数了 大哥 你怎样用香港来 去催谷这个人民币国际化 做一个国际交易货币啊 灾者 你看看任志刚 他说的东西非常可笑 他就是说什么 哎 从政者啊 不是啊 他说什么 他就大概是说 你现在可以有些弹性的嘛 就是说 你如果呢 就是人家制裁了 当是特首这样 那样 那呢 那 你就是 我们息事零人 那我们就是叫做 特首啊 就是叫做 割了一张卡 那就是息事零人 是吧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不是在长美帝棄严 是 干什么是息事零人 反制裁就不要息事零人了 就是不要息事零人 而且要制裁美帝的走狗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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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准备 这个号召香港人跟着林郑去 操去Hong Kong Bank开户口的 本来 是啊 突然间被你叫停 是吧 你说多羡慕啊 做爱国群众 你说 现在又突然间要照顾金融中心 突然间又照顾和美国脱欧所带来的影响 不是要准备了脱欧的吗 嗯 我一直觉得 现在香港正在走这条路 是准备和美国金融脱欧的 林恒子封筆之前 那篇文章就说完了 其实 香港自此告别这个自由经济的 你听一下任志刚她前后说话 其实矛盾的不得了 她说林郑她可以息事零人 跟金融体系 就是断绝关系 不用她的户口 这个是息事零人的做法 就是说 现在林郑呢 因为这个美国佬制裁 财政部制裁之后 是林郑自己息事零人 她自己剪了一张卡 就不是给别人美国佬 就是银行制裁 这个是息事零人的做法 就令到金融架构 就没有那么尴尬 不会那么难做 就是原来 你香港被10个官员 加上那些中联办的副主任 就是一个一个 原来他们是息事零人的 原来他们 美国佬制裁了 自己息事零人 就跟这些金融机构断绝关系 那接着就说 但是如果在反制裁下 反制裁的人 是外国的人 好像美国佬那样 你想想她会不会同样息事零人呢 去令银行会不会难做呢 这个很复杂的问题 要多些时间去考虑 更加好 她说这个话已经不经大佬了 大佬 你刚才说 林郑剪卡 是林郑自己息事零人 为什么 你现在搞这个反制裁之后 你要求别人息事零人 现在不是别人 是不是息事零人 你是逼别人犯法 这个是笑片 这个白头佬 真的我想 就是所有老男人 和年轻人在一起 都IQ IQ有问题的 真的 你白白痴的 说这些话 人家 就是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会做的 我们林郑被你制裁 我们就不会令到 你的外资银行难做 所以我就自己剪卡 如果我不剪 你外资银行 就要取消我的Visa户口的时候 那就触犯大陆 就会惩罚你 反过来就不行了 如果我们通过了反制裁法 你们这些外资银行 就只会跟随美国那套 我就会跟你刻起的 不会跟随我这套反制裁法 自己会做的 那就会引起冲突了 是这样的逻辑 真的很可笑 你真的很可笑 你身为香港中央银行前行长 高薪厚 拿几百万年薪这么多年 行政会议成员 又不见你早点出来说 整班都是 最先出来说这件事 会揽炒的其实是我们 我们最维护共产党利益 很可笑 是不是 然后这班人全部不出声 好了到人大就 把他们拿走了 这个肯定是习近平的决定 现在暂时 不要和美国人开拖 嗯 之前就说到人大决定 如何不容侵犯 神圣不可侵犯 什么事啊 人大多么严谨啊 没什么啊 听到声 哎呀 聽到你的聲音 做什麼? 大家好像看到你的樣子 大家聽不聽到? 曹總 就是在這裡 突然間斷了線 剛才繼續說 希望曹總快點回來 因為現在就是 英國 加拿大 香港三地 所以就是一個 會有這些情況 每次都有這些問題出現 希望大家容忍一下 剛才說過 為什麼在反制裁法之前 說列入人大審議的時候 由譚耀宗開始 全部回來了 是啊 剛剛不可以動到藍牙耳機的聲音 因為截了那個聲音 我以為國安牆被伸到英國 是啊 我們一說到最敏感的問題 最敏感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聲音 要向外國勢力示弱呢 嗯 無端端要適事靈人 說到底就是適事靈人 對吧 這個反制裁法就是撥亂反正 不讓你適事靈人 為什麼你這麼犯賤又要適事靈人 就是啊 就是啊 正正就是要告別 這個中國已經要告別 這個被人欺凌的時間 120年前我們就適事靈人 簽定身手和弱 法國聯軍 就是遲欺便適事靈人 大哥 李鴻章便適事靈人 現在當代李鴻章 現在要做 國家強大起上來 怎麼會怕美帝制裁呢